羅伯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你們報告昨天下午才送過來 我研讀了一整個晚上 本來想要針對業務報告來做說明的 來做答詢的 但是看到今天早上 腺病的案子顯然還沒有熄火 沒有熄火原因並不是媒體有多大本事 而是國防部自己沒有誠實面對這個問題 我待會說希望我有時間可以針對業務報告來做一些提問 但是取決於國防部到底會不會非常坦率的誠實的回答 我所個人關切還有很多委員關切的問題 今天媒體很遺憾的一早有一個標題寫著 非白色恐怖,乃白幕總部 部長是哪一個? 你覺得是哪一個? 是白色恐怖還是我們是個白幕的總部? 還是兩個都不是? 還是兩個都是? 我們是國防部啊 國防部啊 這我擔心的 經過剛才幾輪 還有前天的這個對打之後 我覺得兩個都有可能 又是白色恐怖 可能又很白幕的一個總部啊 這看得真讓人家心痛 國防部照理講是全民最大的一個依靠 可是整個危機處理過程是千瘡百口問題很大 先問幾個問題 到底在那個搜索之前 所謂的保防處所召開的會議裡面 有沒有會議結論? 報委員有 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要請軍事安全總隊先聯繫衛員 了解一下文件是否在他手上 有說當天要嗎? 有說當天馬上要處置嗎? 並沒有說當天 沒有 有沒有說要想辦法申請搜索票? 會中憲兵他有提出來說是不是要申請搜索票 憲兵做得非常好 他們有席出要求 希望能夠有搜索票 結果結論是什麼? 這是憲兵當會議裡面的要求對不對? 結論有沒有說要? 結論並沒有針對這一部分來這個 所以保防處主席就才是不需要了是不是? 沒有 也沒有說才是不要 那我們軍安總隊他發現情資之後 他是有意願要通報 選開安會之後 是 軍安總隊幾點去釣魚 幾點去約衛南 報委員這個細節的部分 我們現在真的是不便在說明 我們了解是三點半 否則不會說約六點半 那個 那個 馮參謀長是嗎? 是 請問一下你們是幾點收到通知 要到六點半要到捷運奴舟站 五點 五點接到通知對不對? 所以顯然這個所謂軍事總隊 覺得在五點之前 想辦法釣魚釣衛南出來對不對? 這我不清楚 但是你們是五點才接到通知 我們是五點中接到通知 然後要求幾點到捷運站 六點三十分 六點三十 所以跟衛南接觸的是誰? 是憲兵隊的同仁 還是軍事總隊 軍安總隊的人? 報委員是當下在那個 第一個跟衛南接觸的是誰? 當場第一個時間點跟他講話 接觸的是誰? 是哪個單位?不要講誰? 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所以憲兵隊可能沒有嗎? 否則你不會不清楚嗎? 那個局長 是哪個單位的人 第一個時間跟衛南接觸? 你不要告訴我偵察不公開 這個跟偵察內容沒有關係啊 是 這一段就我們所了解應該是軍事安權總隊的人 是 所以軍事安權總隊的人? 是 好 現場到底有多少人? 我不講哪些單位 總共有多少人 現在有不同版本 有六個人有八個人有十個人 到底幾個人? 這一段我不太清楚 完全不曉得 有沒有一百個人? 報告沒有 有沒有二十個人? 沒有 那到底幾個人? 那你說不清楚 我裡面你說沒有 我只能跟委員報告 軍事安權總隊在現場有兩位 那其他憲兵的同仁 那憲兵同仁幾位? 喔 四位 四位 總共六位 總共六位是不是? 再確定一次喔 總共幾位 還有沒有其他單位的? 沒有 我們是四位 憲兵四位 然後軍事安權總隊幾位? 兩位 政戰局有沒有人去? 沒有 然後保障處有沒有人去? 沒有 所以總共只有六位 所以錄影帶裡面 如果超過六個人 就不知道哪邊讓他出來的人了 再想清楚 我們就說 錄影帶裡面如果超過六個人 那其他人是哪邊? 還是靈異事件? 各位這不清楚 如果媒體現在錄影帶看到了 錄影帶裡面有超過六個人 那第七個第八個 部長 有第七個第八個說你們要負責 報告委員這個 真的整個錄影帶都交給了檢調了 我們會真的 我現在只是問你嗎 是 現在我們確定的 這兩位長官告訴我們的 憲兵六個人 G39有兩個人 就六個人而已 沒有其他人了 廣播所有同仁 還有哪個單位去的? 沒有吧 就六個人對不對? 所以未來 不管是檢方所掌握的證據 或者獨州的捷運站錄影帶 調出來 乃至於媒體所掌握的資料 不知道哪邊來的 只要超過六個人 第七個人 第八個人 誰要負責? 還是你們也不知道有沒有第七個人 第八個人? 局長敢不敢保證沒有第七個第八個? 報告委員 詳細狀況我們真的不清楚 所以你還是不知道嗎 是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在場 你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沒看過錄影帶 那你們總會有調查吧 調查是屬於司法機關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其他單位也派人去?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嘛 所以你確定是六個人 如果今天 媒體或相關的資料顯示出來 有第七個第八個 很抱歉 我們必須要針對 博房部長跟局長來試問 因為這幾個單位不知道是誰 那我問一下 軍事安全總隊有沒有司法警察權? 我也沒有 政戰局的同仁 保房處的同仁有沒有司法警察權? 所以唯一只有誰? 憲兵 憲兵 好 到房子裡面有幾個人? 到家裡面去搜索也好 或是看他自己跟他交出來 有幾個人? 我不清楚 又不清楚 是 這段我們沒 因為沒有看過錄影帶 可是你們之前不敢告訴我們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上樓的只有憲兵隊的人 因為他們有司法警察權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安全隊的人 他們沒有 沒有上樓對不對 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所以在門口 他們是不是在門口 局長 你不要又給我文字遊戲 一下子在車上 一個人在上樓的車上 一下又說在門口 軍事安全總隊的人 或保房處的人 到底有沒有進到家裡面? 沒有 不清楚 還是不敢講? 是他們現在跟我講的是 軍事安全總隊是沒有進去的 好 部長 這是他們給你報告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還是要看到 檢察官的錄影 所以你不相信你們同仁做的 承諾跟這個說明是嗎? 因為我沒有看到錄影 所以你不敢百分之百相信嗎? 不 當然 他們講的我必須要 他們講的聽聽就算了吧 也不是聽聽算 也事實不見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把這個送到北檢 也把它送給監察院調查 這樣子 會更公正公開 好 那個 那個局長 再請問一次 是 現在再確認一次 到家裡面的有誰 有幾位 這樣就好 我不清楚 是 那個 馮參謀長 到家裡面的有幾位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真的不清楚 你也不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對 憲兵隊有沒有四個全進去? 沒有 我們知道是沒有全進去 憲兵隊不是四個全進去喔 對 所以如果說後來 裡面有四個人 不要說六個人 裡面照片裡面看到家裡面有四個人的話 表示扣掉憲兵沒有進去的 還有多出來的人喔 是不是 數學是這樣算吧 我們只知道 我們的人沒有全部進去 那到底進去多少人 你不管 你不用管別人 管你自己就好 所以四個人沒有全進到家裡面 對不對 所以 正常的情況下 四個沒有到家裡面的 如果扣掉 如果在裡面還有四個人 表示還有別的單位的囉 局長 那個 局長 你們的人有沒有進去? 保行處的人有沒有進去? 沒有 是 目前我們 我們也沒看過錄影帶 但我們現在目前所知道的是沒有 我也沒看過錄影帶 我是在做邏輯的推論啊 是 對不對 我們講合不合理嘛 所以我們到時候把 現在你們講的話都攤在桌面上 等到錄影帶出來 就一翻兩瞪眼嘛 對不對 我現在只要確定一下 到家裡面幾個人 你們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憲兵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他們四個人沒有全部進去 所以未來如果只有四個人 或是多出四個人出來 那就是有問題啊 沒有司法警察權的人 跑到人家家裡面要搜索 對不對 是 報委員如果說他們有進去的話 那這個部分他們必然要接受司法的 司法的這個 沒有錯吧 這個辦理 對 所以你也同意喔 沒有 如果不該進去的人也進去了 這時候就有司法的問題喔 對 對不對 這個部分現在目前是北檢那邊在偵查 所以這個影帶我們沒看過 但目前我們所問 所知道的確實沒有進去 確實沒有進去 是 所以如果這是事實 你們講都事實的話 到時候 我們從錄影帶看到的 在家裡面的人 應該少於四個人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是 理論上嘛 邏輯上是這樣子嘛 好 那多少人在樓下 不清楚 看錄影帶現在媒體看到錄影帶 很多人耶 七八個 九個十個可能都有耶 這個罪有那麼重嗎 張物罪 或什麼其他罪 有需要派十幾個憲兵 保安處 保防處 軍事總隊的人 去嗎 他有沒有逃亡之餘 局長 這個應該沒有所謂逃亡的問題 好 有沒有燕滅政治之餘 他被調製起來還不知道被調查耶 有沒有燕滅政治之餘 這個我們不清楚 有沒有串工之餘 不清楚 手範本型有沒有超過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的 沒有啊 那為了查一個所謂的文件的儀式要動到那麼多人 各位委員報告這個我們已經認為它是過當的 所以我們交給檢察機關來偵辦了 症結在什麼地方 到底是誰指揮的 那一個會議裡面根本沒有提到當天要處理 對不對 也沒有提到說 可以進行具體 沒有 甚至我們憲兵的長官也做了該做的事情 他們提出應該要有收索票 結果不知道誰翻案 把整個會議結論推翻掉了 三點結論都沒有提到這些 就三點半就動起來 然後要求憲兵隊 六點半到現場 我們會追查到底到底誰做這個決定 甚至有沒有所謂神秘電話 甚至違背了會議結論 局長這部分有沒有調查到 報告委員這部分現在北檢在偵查 會議結論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部長請問一下 當天的會議結論下面 有沒有提供給你 沒有 部長因為有什麼不看呢 報告 你沒有什麼偵查不公開問題 你部長欸 不是不是 你說當天的我沒有看過 那為什麼不叫他們送上來給你看呢 部長叫他們送給你看 你不用給我看你自己看 會議結論是什麼 然後事後誰翻了這個結論 是 對不對 你不用扛所有的責任 部長你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用扛那個責任 把責任查清楚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也有人說 你想跟泡 決定 哇 呢 谢谢观看